Hello 大家好,我是Eva 又來到新一集的新貨推介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個星期又有什麼新貨 今期有Tamiya 1比10Alfa Romeo Juliet Sprint GTA Club Racer透明M車車學生 Tamiya再現了1965年的Alfa Romeo Juliet Sprint GTA Club Racer 它一共生產了500架 在1960年代末,多次成為歐洲平路訪車錦標賽組別冠軍 在賽道上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這麼經典的車款又怎麼可以錯過呢? 裡面還包括了車窗Mask和貼紙設 有興趣的話就快點上來我們的網站入手吧 之後就要講一下香港品牌Oka 全新升級的頂級遙控車電變 OE1 Mark II 新增了多項功能 擁有極性反折保護 內部電容 新CPU和新設計電腦版 配置了32位元 處理器 除了旗艦電變OE1 升級了做Mark II之外 Oka還推出了1S電池用的OE1 1S Mark II電變 兩款的電變都可以透過Oka Bluecon 經藍牙對摺專用手機APP 去對電變進行調校 非常之方便 有興趣的師兄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最後Wrap Up Next 增了大量的避震零件 有興趣的話就記得快點上我們的網站到慢慢看一下 今集的新貨推介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LIKE COMMENT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